妈 姐哥等你爬长城坐 坐 爬坐 咱老师在街市场开的还没有正式接过 就去接一会 爸 如果爬长城你能爬上去啊吗 小学木杀武器 我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了 也都没爬过长城 今天是第一次去爬 跟我爸妈一样 不知道能不能上去 我看这个季节爬长城正合适 之前看八单岭经常人特别多 所以咱们今天去金庸关长城吧 那边风景挺好 而且人也不多 小叶宫内都坐好了 我们今天早饭吃的比较丰盛 牛肉面 韭菜 盒子 包子 我公婆现在年龄大了 但是他们腿脚还挺好的 所以这两年 我每年都安排一两次长途旅行 带他们好好转转 那你这样就把事情保养好 熟悉好了 同程相处的生活 你也带你去 加速 用奶 冲度 蘸辣子面 什么意思 没有嘛 我这句话嘎子 想成也好 趁着双十一有活动 就给我公婆买这个好东西 妈 我又给你买个铜奶粉 这铜奶粉好坏 我还没坏过来 咋可以尝尝 这铜奶可比牛羊奶营养价值高多了 像有些人乳汤不大瘦 体质差的人都可以喝 用它来补充每日所需的营养 我选的这款原始黄金 有很多营养师也推荐它呢 他家奶源只想用百分百的纯正双风铜乳 货真价实 而且他们家执行的是新疆标准 里面铜乳含量大约有70% 远超标准含量要求 这里面不掺杂一滴牛羊奶 那你真好吗 妈 笑语给你先东西 可不含糊 知道不 我也要把个大肯杀打子 而且他家采用的 塞瑞低温中空干燥技术 能够更好地保护脱奶中的免疫球蛋白 乳铁蛋白等活性营养成分 确保这些营养成分在加工过程中不被破坏 营养保留率99%呢 好了妈 你跟我爸以后记得每天早晚喝一杯 好 哎呀 真要冷气笑 真好吗 干尽火一扣尝一哈 嗯 没真好 我们今天走六环去长城 路上还不太多 我去九条子在书上看书上就走到更前了 上一次来长城 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春游 一晃也二十多年没来了 这个居庸关号称天下第一关 这个长城底下就是河 感觉景色太美了 果果气力还挺好 爬起来看上去挺快的 爬你需要福利我 慢慢走就行 慢慢走就行 这太多了 天下第一雄关 我爸和我妈都在忙碌的拍朋友圈呢 我觉得秋天是来北京爬长城最好的季节了 没有夏天那么热 也还没到冬天很冷的时候 然后这个树叶有的黄了有的红了 这山上看上去还五颜六色的 可好看 五道长城非好看 今天我们到长城了 我已经属于好看了 果果你也是好看的嘛 对 今天有点吹风 果果还挺注意保暖 把他的棉帽子戴上了 给我爸和我妈拍个照片 签下第一关 你往前面沾一点 我们四个沾一块 男孩子还是喜欢武器 看到这个大炮 看了半天 你被发生了 一二三蹦 这一段景色太好了 刚刚拍了照片 前面就是特别陡的一个大坡了 小月 我不是好汉 爬起来 吞软了 吃闯气 歇会儿 果果我看起立起好 他比我爬的快 今天爬长城的人可周够多的 你可以喊一个奶奶加油 我跟小月决定我不往上爬了 太高了 爬了第一个大陡坡 全家人都闯得不行 太累了 咱们平时还是缺少锻炼 对 我们家哥哥切到全家人太累 他还不同意 他说把它去掉 他不缺少锻炼 你累吗 哎呀 小孩子还是体力好 还是年轻 小月刚才上山的时候 看上去挺猛的 现在不行了 下山比较费膝盖 别走太快 要不然膝盖头 累不累 累 累 准备回家了 今天爬了有一个多小时 不到哪小时 妈的呀不 我就大学吧 啥呀 长 素质不错 没有那么累 com 虽然 是 那